杨幂和刘凯威离婚以来,两人离婚后的生活以及小诺米的动态都牵挂着很多网友的心。 3月1号的时候,有杨幂的粉丝晒出一组在深圳机场遇见杨幂的照片。 原来粉丝们早就大探好杨幂的行程,这两天杨幂已经秘密从成都飞到香港去探望小诺米后又回来了。 当天的杨幂戴着帽子穿着黑色的大衣但是粉丝们并没有上前,也是怕人太多会让偶像这次低调成型太过于引人关注。 而杨幂这身打扮明显是为了刻意遮掩自己,还拖着杯遮掩掩掩下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走避通道至于这次去香港干什么? 想必很多人都会猜是去看小诺米。 毕竟春节的时候刘丹头,陆杨幂并没有来香港给他拜年。 自然也不存在来探望小诺米。 而刘丹的这番话一说出来还引发很多网友的讨论。 很多网友都觉得杨幂是不是并不重视自己的女儿而是光顾着事业了。 所以即使是圆圆的一个背影但还是让粉丝满倍感欣慰欣慰。 能在如此繁忙的行程抽出时间去看小诺米,杨幂的心中还是惦记小诺米的。 其实前几天就有人爆料杨幂将于2月27日飞回香港的时候。 不过很多人不信,如今看来是真的。 杨幂还是从新电影《26号晚上刚刚杀精》的片常赶到深圳这边的。 而杨幂工作室却故意把杀精照发在28号营造了一种他当时还在剧组的架像。 如今看杨幂看个女儿还要如此刻意遮掩着时让人心疼。 不过想一想就能理解他此番举动了。 杨幂如果大张旗鼓说去看小诺米自然会让他的好妈妈人设会升不少。 不过杨幂这样低调成型的目的看来并没有想为自己博个好名声。 而是尽量不希望小诺米再成为众矢之地让他平静的生活再起连衣。 干脆就直接偷偷找去谈望好了即使外界因此不理解杨幂。 或许这个北京大妞也并不在意。 从杨幂的采访可以看出杨幂是个目标坚定干爱干恨的人。 也许他与刘凯威的离婚外界都觉得他对婚姻付出的太少。 对小诺米付出的更少。 但是杨幂也并没有过多的解释。 而是依然走一条自己选择的道路并且不回头。 不过在保护女儿的态度上他倒是与刘凯威一致。 选择了尽量减少会账女而受到影响的法子也是挺不容易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